來一廂情願一廂情願你開麥 來一廂情願你好來安幾歲哪裡人 我32歲台灣人好32歲台灣的網友好來這個一廂情願來你想說什麼 聊聊上次你好像說你認為賴清德有八成的機率會當選生嗎 你是依據什麼 依據數學啊 哪方面數學你可以依據是哪方面的民調還是你自己揣摩出來的嗎 現在應該是會有三組人嘛 至少是三組以上或者四組嘛對不對 你先回答我你是依據什麼樣的數學 我在告訴你我的依據啊 現在是至少會有三組嘛對不對 至少甚至四組嘛對不對 那假設是三組好了 那賴清德 以民進黨歷次的這個選舉 得票率 他基本上都是四成以上的 從民進黨氣勢最最差 得票率最差 氣勢最差的那一次 是2008年謝長廷跟馬英九選舉 那個時候陳水扁他貪污啊那個醜聞一堆 民進黨氣勢最低啊 然後馬英九聲勢最旺 那個時候謝長廷拿了百分之四十多的票 四十多一點點的票 那個時候謝長廷都拿四成的票喔 所以民進黨他是 四成的票 我估計他四成票以上 那 得票率喔 得票率四成 那剩下六成 由另外兩個去分 那 那就是數學來看 那基本上就是賴清德大概率當選了 就那麼簡單 那何 何況 如果郭台銘再出來 那賴清德就躺得贏了 好啦我就是這樣算了 來你繼續 所以你是完全沒有依照 現今2023年 現在這個時間表的 民調去做分析是嗎 沒有不是現在是歷次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得票率 從來沒有低過四成 喔 就是這樣不管他的氣勢高還是低 所以民進黨他也是四成 的這個選票打底啊 就是這樣啊 呃我想說的是你也是作為一個網路媒體人喔 你也應該有稍微看一下目前的不管是新聞 所提供出來的民調 或者是說 在 YouTube上面 有各方的 街訪民調 你都有做去 你都有去參考 做分析嗎 是 你是說 街訪的民調 街訪民調以及目前新聞所提供出來的民調 有啊賴清德不是都百分之三幾嗎 啊 可能對目前我有看到賴清德百分之三十幾 那你有看到目前的 YouTube上面各方的自媒體所提供出來的街訪民調嗎 我自己就有街訪啊怎樣 所以說我是說我 自己有看到的就是目前來講的話 並沒有說你講的賴清德有高於 八成的 淡選機率 沒有像你講的那麼高 那你覺得大概多少 我覺得是 5050吧 這是五成吧 像目前這是 在我看來就是賴清德跟 柯文哲是 拉鋸戰之間 5050喔 好 那那個 問題是 你是為何以見得 5050 沒有因為你可以把賴清德 講的有八成的機率我就 很想要給你玩個遊戲啊 既然你那麼的看好賴清德有八成的淡選機率的話 此刻啦 我看起來 你此刻啊 不然我們就以此刻現在來做個 做個 小遊戲好不好 因為我本身是會 既然你是支持賴清德會 不是你不是支持 你認為賴清德有八成的機率會淡選 那我認為我自己認為柯文哲有八成的機率會淡選 既然我們兩個是一個 柯文哲 你是覺得柯文哲八成 既然我們兩個是一種 成 對比的一個情況 不如我們打個賭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要賭雞排嗎 還是什麼 沒有 我們不要賭雞排 這種小學科 我們就 假設 我們就以現在 我們就不要再改變 以現在我們就打個賭 如果2024年 就如你講的 賴清德有高達八成的機率真的淡選 那或是說我 柯文哲淡選了 那我們就各自就捐個 10萬塊錢到一些 直上機構你覺得怎麼樣 你 你是做哪一行的 啊 我也沒做哪一行啦 就 沒有我了解一下 我了解一下你的職業 好不好 你是做哪一行的 啊 就服務業 服務業 服務業是不是 啊對對對 你是 你是做哪一行服務業的 一賭可以跟我賭10萬賭這麼大 哪一行服務業 我可以了解一下嗎 10萬還拿得出來 反正 就你是哪一行的嘛 你到底告訴我服務業 然後什麼行業的 然後什麼職位 對 就服務業 就服務業 服務業 對就服務業 其他的不片透露太多 服務業你拿得出這筆錢 我可以我可以 那個誰那個 那個 新北戰神他也看過我嗎 或者是說我現在 也是直接在 直播現在跟你就是 好啦 做個 這樣好啦 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 我不是很愛賭的人啦 喔 而且我跟網友賭 我我我我輸了我一定要兌現啦 那我贏了網友可以消失啦 所以所以是這樣啦喔 呃我不要跟你賭這麼大好不好啊 那你說捐 就是10萬塊捐到那個什麼 呃那個什麼慈善機構好不好 我我不要那麼多啦 因為我我我不想賭這麼大 但是我我我也盡我一份之力好不好 我捐2萬塊不管是輸贏我都捐2萬好不好 喔就這樣 到時候開開 沒有沒有沒有如果你覺得 沒有關係要捐捐捐給慈善 賭10萬塊錢沒有沒有 沒有 賭10萬塊錢我你覺得我到時候可能輸了不論戰 沒關係那我們 把標準拉低 賭2萬塊錢 如果 是賴清德上了我就捐2萬塊 我不是跟你講輸贏我都捐2萬 好 好啦那不然這樣啦 這樣好了喔好好好 好那那那好那我給你賭2萬好不好 賴清德上了 你你輸 你要捐2萬 啊 柯文哲上了我捐2萬 啊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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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上了 你要輸2萬那不管是 柯文哲還是侯友宜上了 我都要捐啦應該是這樣啦 隨便你反正我只是跟你 小遊戲而已嗎 如果你覺得10萬塊錢太多的話那我們可以 門檻拉低一點 就 我也不是花不起這個錢了但我不喜歡賭了 我真的不喜歡賭 就是 加薪 如果你不喜歡賭的話 家教聖言 我可以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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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們不是賭博這不是賭博這是一個小遊戲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公益團體我ok啦 我們不是公益團體 我們不是賭博 我們就可以公益團體 我只是確定你負擔的起就好了 好 我剛說10萬塊錢我負擔的起 所以我才跟你玩這個小遊戲 好好好 OK啊 我覺得賴清德大概率會贏 但是此刻啦 但是媽的如果他們整合那沒關係 反正職戰團體2萬塊 OK啊 這也是好事啊 Why not 好 來 我助記一下 提醒我呢 各位網友 反正時間還久 到時候 大家會提醒我啦 我跑不掉的 好 那就不要 你要認帳欸 好不好 只有你會跑的 我跑不掉的 好 然後咧 那就這樣子 其他的話題 那你上網上來call in跟我賭博的喔 我不是跟你賭博 是跟你玩個小遊戲而已 就這樣喔 發表點看法嘛 還是你現在跟我聊叫什麼 沒有啊 你好歹發表點什麼看法吧 就上來跟我賭博 我這樣我影片怎麼剪 看法 可是你今天沒有看法啊 你今天沒有標題啊 我不知道怎麼延續 你不是跟網友都在那裡battle來battle 你可以發給你的意見啊 現在針對一個事情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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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OK 好 那個 我想到一個 那個 有些中國人認為就是說 台灣人你可以不認為你是中國人 可是台灣是我們中國的土地 這個論點 哦 好 好 來 哦 我就直接說就是 在講這個論點之前可以說 那個 捷克你 講到中國 我也跟你講過 講到中國講的就是PRC嘛 嘿 我們不會聯想到ROC對不對 國際上啦 國際上現在是PRC代表中國 所以說你也承認嘛對不對 嘿嘿嘿 這個竟然在這樣子的脈絡之下 中國指的就是PRC 那如果我們還在說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這個是不是從這樣的脈絡來講的話 是把等於是把台灣等於是PRC的領土 沒有錯吧 好 但是台灣就是屬於中國的 不然你要怎麼樣才能 你先 在我剛才那個脈絡了嘛 沒有錯吧 中國現在等於是PRC 那如果我們再把說再把 把台灣說成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就等於從這樣的脈絡來看的話 就是台灣是屬於PRC的一部分對不對 好 但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這個 沒有沒有 你先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嘛 好啦 就是說 啊 你的邏輯ABC是這樣 就是現在 中國就是PRC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台灣屬於中國的 那是不是就代表台灣是PRC的一部分 你認同嗎 照你這樣講邏輯這樣講也是啦 國際上會這樣覺得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都不會認為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OK 回答你結束 那我要說的是說 那中國是不是台灣的 從這樣子我剛才的脈絡 中國是不是台灣的 中國的 台灣當然是中國的 所以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你認同嗎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是 所以說從這樣的脈絡 中國已經是PRC了 那所以說中國你想要 想要擁有台灣 除非你真正的消滅中華民國 佔領台灣嘛 所以說你們剛才有很多中國說 你們台灣人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可是台灣這邊主力是中國 我很想說很抱歉 除非你們真正的實際的消滅了中華民國 佔領了台灣 台灣才真正屬於你們中國的 就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說 不管這個PRC有沒有消滅 有沒有佔領台灣 然後 那 如果真的PRC佔領台灣 那消滅的也只是中華民國 那不管他有沒有佔領台灣 台灣都是中國的 此刻 沒有沒有你還是沒有搞清楚 我剛才的脈絡 現在的脈絡我剛才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你一直沒有 沒有辦法 腦筋沒辦法回應還是怎麼樣 我腦筋轉不過來是不是 中國已經代表的是PRC了 中國已經代表是PRC了 那你還在把台灣納為中國一部分 就等於把台灣 等於是PRC的一部分 這樣整個脈絡是這樣下來了 所以說 好啦 我現在跟你講 我跟你講 問題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從 你還在講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脈絡的話 就變成台灣是屬於PRC的一部分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件事情 是從1945年以後就一直存在的 啊 那他跟這個 1945年啊 我們是想現在 以國際上面的 共同的認知 那 中國 兩個字 這不是就是 好 那我現在要跟你切 我要跟你切 我要跟你切時間點 那 再來你講講 那台灣不是中國的 是什麼時候開始不是的 台灣什麼時候不是中國的 大概 就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 中 PRC 繼承了 中國這個席位 就是1971年開始台灣不是中國的是不是 從那個國際脈絡這個整個共識下來 就是中國完全意止PRC的那時候開始 就台灣就不是中國的 對 那這樣子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嘛 是吧 當然是啊 那按照這 按照這樣子的這個脈絡的話 那我們中華民國我們現在要修改憲法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憲法大陸是我們的 既然我們我們就要跟他們割袍斷議 那我們就就 大陸也要不是不是我們的才行啊 因為我們要憲法要修啊 不然你的這個論述就沒有辦法成立啊 我知道你的這個論述啦 很多台主的 你剛才講的是說 我們的憲法包含了道路 那並不妨礙說我們的國號一樣是中華民國啊 對 但是我們要修改憲法嘛 不然你這個實質的內涵 你沒有跟他割啊 你沒有跟他割跑斷議啊 你就是說從7月1年以後 那我們台灣就不是中國的 就反正我也不代表中國 那就跟你割清楚嘛 那我們現在憲法要修啊 OK 那如果 如果我們修憲 我修了憲法 把這個我們的領土範圍都修改掉 我就同意你的論點 現在你講到這個問題 我就很想要回應你 你是無知呢 還是 裝傻 不曉得 是 你是 有 有